好 大家好 我们开始今天上午的健康知识的分享 昨天呢 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些关于糖尿病的知识 来 我今天早上呢 来摄影师给我个进景 我今天早上呢 也测了一下我自己的血糖 这是2月17日早上的9点22分 我是7点半吃的早饭 差不多是两个小时的时间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2月17日早上9点22分 我的餐后血糖指标6.1 是不是很好 我们曾经说过 大家不要用这个生活当中的最低标准要求自己 比如说 好像这个空腹6.1 也还挺好的 然后呢 餐后食好像也挺好的 其实呢 在生活当中 我们在健康这个领域 要给自己留下来余地 什么叫余地呢 我今年50多岁 但是我会用35岁到40岁的标准来要求我自己 你只要稍微一努力 你只要懂健康知识 你就能够做到 因为我们医学上给出来的很多标准 都是最低标准 最低标准 就是你不到 就是离生病一步之遥可挽救的一个标准 你如果以此标准来放松自己的约束的话呢 到最终一旦崩溃掉之后呢 吃亏的还是你 其实我们看待血糖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情况呢 背后大家总是说高血压 还有很多的心脑血管疾病 和糖尿病是一个互为并发症的关系 以前我们说糖尿病不可怕 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 什么什么什么 麻西道的一堆的心脑血管疾病 但是现在呢 更先进的医学说 它是一个互为并发症的关系 而当你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些基础性疾病 平常不显山不漏水不怎么样 但是这次疫情是不是给了你们一个非常明显的提示 真正能够被疫情所摧毁的是一批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 是吧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的身体当中永远有着一个定时炸弹的时候 外围的一点点免疫系统的风吹草动 就能够让你的整个的监控体系崩溃 就是我们所说的你的免疫系统 你的内分泌系统 你的肝脏 拼命在针对着原有的疾病做了一个 你虽然能够活着 你虽然能吃能跑 你觉得你没问题 但是你的内脏的各个免疫系统 这些保护性的组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去监控他们 你稍微有一点点的地方 突然间又来了一批新的敌人 比如说你的南疆不稳 你的所有重兵囤积在南方南疆再跟别人打仗 那么这样的话国内看着还是风平浪静 你觉得没问题 突然间北方又来了一股敌人的时候 你需要去南方调兵的时候 那么内外交困造成整个的疆土的崩塌 明白了吧 这就是跟我们所说的为什么一个感冒 一个流感能够让一个有基础性疾病的人崩塌掉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你没有基础疾病 你没有什么的隐患 突然间冒出来的一个北方来的流寇 那么好 我们平常休养着的士兵 来起来 我们干嘛去把他们打跑 那么这个状态是维持着你国内的一个稳定的基础 明白了吧 所以基础性疾病是一个非常非常内耗的问题 就是你常年保持着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有建议大家长期服药的问题 就是药物本身 一会我们会讲到一些卵磷子的关系 大家就能够感觉到很多成分对身体是又有利又有弊 就是药物本身它能够控制疾病没问题 所有药物必须要伤肝 为什么呢 大量的化学成分进来之后 你的肝脏没有办法 只能分解它分解它分解它 肝脏长期处于过劳的状态当中 就像我们昨天给大家描述了一些血脂方面的关系 比如说像心脑血管当中 当中胆固醇与动脉硬化是直接相关 但是呢 胆固醇高 你不一定会产生一个不适感 但是一旦胆固醇高到一定程度之后 它多种的疾病 比如说什么中风 心梗 关心病 老年痴呆 还有甚至包括猪肩盘退化 等等都会出现 那么我们说胆固醇 20%是外来摄入 80%是人体的自己的合成 自己的合成的这个过程当中 胆固醇和血脂不太一样 胆固醇并不是脂肪 不要这么画等号 脂肪呢 是我们人体组织当中的一个部分 就是就比如说我们切了一只鸡 看见里面这个肥肥的黄黄的这个油 甚至猪肉上面这个白白的肥肥的 这个叫脂肪 胆固醇是什么呢 是我们人体细胞的一个组成结构 就是没有它肯定不行 但是呢 它太多了 也就会我们用不掉的胆固醇 会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当中 所以这个问题就产生了一个观点 人能产生多少胆固醇 其实我们是自己在自控的 就是我需要多少 我做多少 但是呢 你吃下去的这堆胆固醇 可完全是靠你自己的嘴 和你自己的头脑去控制 比如说你常年吃肥肉 你常年大量的吃这种油炸类的东西 你自身摄入的东西 包括这个炸鸡之类的 它胆固醇肯定会高一些 因为动物性 大家一定要记住 动物性食物才含有胆固醇 植物性食物 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植物性食物 没有这个问题 更主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饱和脂肪 还有反噬脂肪 我们为什么说 一定不要碰反噬脂肪 反噬脂肪是什么呢 是一种起酥类食物当中 多多少少都会加一点的 什么叫做起酥 大家都知道 中国人最早 有人在家里会做酥皮吗 中国人最早做酥皮的时候 一定要用猪油 因为它是一种饱和脂肪 它是什么叫饱和脂肪 大家简单理解 完全没有水 那么它纯沾的话 油脂的话 它才能够让你的两个面皮 分割开 就是两个面 不会粘到一起 层层叠压 就会成了一个酥皮的结构 中式的白白的 那个酥式的中式的糕点 包括里面可以包个豆沙 可以切开之后 做成一朵花的样子 都是酥皮 那么都是用的猪油 那么在西方世界当中 他们在做这种酥皮的时候 尤其是蛋挞 包括丹麦曲奇 丹麦的可颂 等等这种酥皮类的东西的时候 一种方法就要用脱水黄油 就是我们日常来讲 你会发现你买一块黄油 你把它扔到锅里面融化的时候 它会融出一些白色的东西 其实就是奶 因为当我们取黄油的时候 不可能完全脱水 它里面就会有奶 大家生活当中用奶 用黄油去做酥皮的时候 做不成 为什么呢 它含水 它是有一定的液体的 所以它会渗透到 我们说的面的夹层里面 所以你用黄油做酥皮 它就不够酥 所以做酥皮就是什么呢 一个是猪油 一个是脱水黄油 但是脱水黄油成本非常高 比我们日常所使用的黄油 贵很多很多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可能会看到过 所谓的植物黄油 植物黄油 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反式脂肪酸 用它来制作酥皮 产品的口感好 成本低 是商家非常非常喜欢的 所以说大家看到市场上 当中所有的类似于蛋挞 类似于酥皮类的 就是一搓就巴巴巴掉渣 酥皮类的食品的时候 脑子当中提高一个警惕 对身体会有着一些问题 那么昨天给大家讲过一个 就是人有合成胆固醇的能力 但是没有分解胆固醇的能力 胆固醇多的话 我们就要尽量把它排掉 在这里的话 我们会非常推荐大家 对于水溶性膳食纤维的认知 苹果 欧洲有一句话叫做 每天一个苹果 不用找医生 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苹果 在西方人的高油饮食当中 他自己的胆固醇的包裹流通性 这个能力非常非常的强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洋葱 我们给大家讲过了 牛肉和洋葱 是一种完美的搭配 它胆固醇高 但是洋葱里边的水溶性 线维纤维的包裹性很强 还有是什么呢 南瓜籽 还有是什么呢 燕麦呢大概100克燕麦 含有3.8克的水溶性膳食纤维 所以西方人习惯于喝燕麦 用燕麦来烹饪 是有他们的道理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关注 我们所说的这种含有水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 苹果呀柑橘呀等等 就当你真的 今天你发现 哎呀不行 好像我肉吃的有点多 赶快用这样的一些方法的去补救一下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有一些我们在食物当中给大家添加的 就是像我们的益生菌当中 给大家添加的橘粉 橘粉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闪失纤维纤维来源 那么在这里的话 再给大家既然说起来的心脑血管疾病 我们都在有一个知识点上会有争议 就是到底该不该吃鸡蛋 鸡蛋的好处是什么 它是一个非常便宜的蛋白质的来源 但是鸡蛋呢 它里边的卵磷脂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为什么有人多吃鸡蛋就出问题 有人多吃鸡蛋就有好处 差距在哪里 今天呢 我们把这个答案告诉大家 仔细听一下 鸡蛋呢 它首先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非常常见的一个食材 它里边主要的一个成分 在蛋黄里边是卵磷脂 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很多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说要把这个蛋黄我扔掉 只吃蛋白的部分 但是呢 又有人跟你说 它里边卵磷脂胆碱包括维生素E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那么你不吃它的话失去了鸡蛋本身的精华部分 就让我们很懵 没错 卵磷脂胆碱 它自己的摄入量和心脑血管的疾病有密切的关联 就是好也是它 坏也是它 差距在哪里 在益生菌上 明白了吗 如果说你在肠道有害菌的作用之下 如果你肠道当中充满着大量的有害菌卵磷脂在里边会形成TOMO TML TOMO这样的一个物质 那么如果你肠道里边是有异菌 卵磷脂不会转化成TOMO 这就是它的核心所在 所以说卵磷脂对人体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生理作用 包括参与神经系统 那么等等 因为我们说肉蛋奶这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动物性卵磷脂的来源 甚至我们说的蔬菜这个豆类当中也有着非常丰富的卵磷脂 所以食物要砸菌群要好 这是一个卵磷脂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根源 那么为什么说大家在很多时候会发现吃动物性的食物变得很尴尬 为什么呢 动物性的食物它有卵磷脂没问题 有蛋白质没问题 但是它里边又有着一个非常丰富的Omega6的一个总体来源 那么这样的一些总体来源的话 会让我们的肠道里边滋养大量的中性菌或者说有害菌 而不是有益菌 所以说当你比如说你一个红烧肉里边你卤了几个鸡蛋 这样的一个吃法的话你虽然说是吃了鸡蛋 但是鸡蛋在你的肠道里边 它在这种有害菌大量繁殖的环境下生成了我们刚才说的TOMO TMAO 那么它会增加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那么比如说我吃鸡蛋 简单说我鸡蛋炒韭菜这样的一个吃法 那么韭菜它在我包括鸡蛋炒洋葱 那么它在我们的体内是滋养了有益菌 那么我在这个时候补充了鸡蛋进去 那么在有益菌的繁殖之下 我们的卵磷脂就能够被我们神经系统的所用 就不会转化成TOMO 当然我只是用一个菜做的举的一个例子 不可能你吃的这一个菜 你的肠道菌群就有变化 但是大家要知道鸡蛋和果蔬结合 鸡蛋和蔬菜结合和膳食纤维结合和益生菌的结合 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有价值的补充卵磷脂的吃法 所以你家庭当中该不该吃鸡蛋 我们为什么说希望大家要给 很多人希望我们看看他们家的食物的结构 或者说给他们家的生活做一些建议 那么你就必须得让我看到你的七天的餐桌 这种小细节上我才可以判定出来 你们家庭的整个饮食当中的潜在风险 所以多吃植物性的食物 多吃益生菌 主要的目的让我们的肠道保持着一个什么呢 有益菌结构 在有益菌结构之下 你就没有生成这个脱膜的风险 那么你在吃鸡蛋 它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卵磷脂的来源 所以说鸡蛋的好与不好 产生胜负手变化的是这个什么 益生菌 所以多补充益生菌 是我们生活当中健康当中的一个基础 昨天下午呢 我们开了一个会 小马宋老师也是一个著名的策划人 来我们公司呢来为我们的纯净生活呢 做了一些建议 当我们讲起来的纯净生活的这个理念的时候 小马宋老师呢讲了一个他朋友的故事 一位四十多岁的先生罹患了胃癌 得了这个癌症之后的话呢 他自己的话 医生给他判定大概能活五个月的时间 但是现在已经很多年了 他的所有指标都健康 小马宋老师跟我说他好像提自己的就是要断油 断掉了脂肪断掉了油 大家其实这段时间以来长期听我课程的人 听到了断油这件事情会有着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解 为什么呢 因为慢 因为癌症本身就是一种慢性炎症的表现 而我们的生活当中大量的油脂是奥米格6 奥米格6有一种比较强烈的粗盐反应机制 而当他发现自己身上有癌细胞的时候 那么把奥米格6断掉 把奶断掉 把这些胰岛素样的这种生长因子断掉 把这些切断掉之后 癌细胞额外抢夺生长因子的这个能力就被控制住了 那么你体内我没有一个慢性炎症的环境 我胃里边有癌症那么我的身体的其他脏器 我没有奥米格6的摄入 我把你这个炎症反应给你控制住 那么你的身体就不会让这个癌细胞出现转移 其实这样的一系列的小操作 我当时就跟小马聪老师讲 我说他是因为生了一场大病 终于感悟到了生活的真谛是什么样子 我们为什么说给大家愿意开设这样的一个课程 就是大家可能在没有生病的时候 感觉不到这些课程有多重要 但是真的当你去学习它 当你去实现它的时候 甚至家里边的一些生病的人 身边的一些生病的人 你才可以知道原来当代的医疗 对于疾病的深层次的理解是非常非常的微弱的 所以面对包括我们说的心脑血管疾病 对大家的建议也很简单 一定要符合我们的健康原则 健康原则还是那句话 每天吃多少肉叫多 不是绝对的 还是相对的 相对什么呢 取决于你什么时候动 你什么时候动 那么这个肉是转化成热量被你消耗 还是说被你囤积 这个有实践概念 我们为什么说吃夜宵不对 但是换句话讲 如果一个上夜班的人吃夜宵对不对呢 就对了 所以每一个人什么时候吃 吃什么量和你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 为什么现在的营养学的很多观点 医学的很多观点 听起来对 但是又大家觉得很难落地 就是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有着本质的区别 就是一个你习惯于成练的人和习惯于一个夜跑的人 你们的每一餐的偏重比例就要有区别 因为你主要的这个热量消耗的时间段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该吃多少肉 那么你要理解肉对你的身体的主要作用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要补充蛋白质 还是要补充Omega-6 还是要补充什么 如果你这一餐肉的量比较大 那么我建议你们可以选择牛排的这个方式 因为当我们煎牛排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脱油的过程 而不是加油的过程 如果你这一餐选择了想吃一块肉 那么你们可以选择一块牛排 那么通过锅里面一煎 把它这么脱掉 而不要去选择中式的红烧牛肉 因为中式的红烧牛肉 它是牛肉没有一个脱油的过程 我们是用水炖 水炖之前还要炒料 对于你还是要加植物油 你是肉里面的油之外 又附着了一些我们的植物油 而牛排煎的这个方法 会让这个油脱去一些 那么比如说当我们想吃鱼的时候 当我们脑海当中认知 鱼的油脂是比较好的 比如说你买了一块金枪鱼 买了一块三文鱼比较的肥 那么你也通过一个煎的方法 让它的油脂排出来 但是它这个油脂是Omega-3 如果说你没有产生特别高的高温 可以用这个油去煎一煎蘑菇 煎一煎洋葱 把它的这个油脂的 在吸收到菜里面再利用 其实这样的一些方法的话 都是我们避免心脑血管疾病的方法 而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很多人都知道鱼油 有助于心脑血管疾病的环节 但是当你们真这个理论上一定是对的 不然的话国家不会允许它销售 但是为什么全世界的人也都知道鱼油是好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没有任何的一个心脑血管患者 吃鱼油能够达到真的缓解心脑血管疾病的目的 为什么呢 同样回归到我们说的鱼油是Omega-3 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油脂是Omega-6为主 这是中国人的习惯 鱼油你每天吃6粒胶囊 我们说6粒胶囊 每粒胶囊200毫克的量 6粒胶囊才多少 才几克的量 而你吃的油一两就有50克 所以你用几克的量对比 想去干扰这个50克的油脂 所带来的这种作用 你觉得你用三两个幼儿园的娃娃兵 去面对一个山里边的这样的一个几十 甚至上百的这种草莽人员 这几个娃娃兵怎么可能打得过他们 所以它是一个没有达到一个量级的过程 我们要做的是把医学健康当中的很多理念 融入到我们的餐桌当中来 你比如说我这一个星期 我就用了一条三文鱼的鱼骨 因为三文鱼的鱼肉是大家吃日料的时候比较好吃的 价格比较高 所以我就买了一鱼骨 就是鱼头 加上它的整个的骨头 那么我是把它分成了三四份 冻到冰箱里面 然后用它来煮汤 大家就把它理解成为排骨 用这种排骨汤 我去炖豆腐 我去炖海带 我去放白菜 我去放胡萝卜 其实这就是我生活当中补充 Omega-3的一个方法 这样的一个补充量 那么再加上我减低了自己的油脂的食用 所以才能形成我一个 Omega-3大于Omega-6 或者Omega-3等于Omega-6的一个 稳定化的皮肤的抗炎环境 所以当皮肤 我们的内脏的一个抗炎环境 当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个抗炎环境的时候 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 跟我都没有关系 所以大家要想的是什么 不是救美 就是比如说可能我有时候 因为我有应酬 可能过年的时候 我要陪家人吃饭 或者说我要给孩子们做好吃的 我也会吃一点点这些 比如说酥皮 或者说吃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些 这个红烧肉啊 什么烤乳猪啊等等 我也会吃一点 但是呢一两餐的食物 不会对你的身体 造成致命性的影响 所以人是一个社会化的动物 我们有社交 我们就要融入生活 不能太极端 但是呢在你日常生活当中 一些小细节的改变 这都是需要我们懂了这些知识之后 那么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你比如说大家看我今天早上的早餐里面 就会有半个苹果 那么半个苹果是什么呢 是不是刚才我们说的 维生素和水溶性膳食纤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来源 所以即使我的胆固醇 我这一餐胆固醇会哪怕我高了一点点 那么我有苹果 那么我有着这种蔬菜 我有着一些其他的这种方式 也能够让它胆固醇排出去一些 所以不会沉积在我们的体内 因为刚才说到了小马宋老师呢 跟大家讲了一个一个故事 就是他的一个朋友呢 罹患了癌症 其实癌症的发病率这段时间 这几年以来是非常非常高 在中国男性当中 城市当中肺癌发病率是最高的 女性当中呢 是乳腺癌发病率最高 其实这些东西来讲的话呢 都是会造成我们自身的一个 头脑当中会有一个印象 一个呢是呼吸相关 一个呢是和我们的饮食相关 还有一个呢是和我们的 其他方面的一些意识相关 比如说尤其就是一个流产 就是当你的激素分泌水平 达到了一个高峰 开始为生育做准备的时候 突然间孩子没了 你的整个的信号反应是来不了 不可能这么快的 所以你的激素是整个的分泌水平 产生一个大的紊乱 那么这就是我们很多女性 出现内分泌系统疾病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其实说起来癌症的话呢 还有几个原因 就是一个烧烤致癌 烧烤致癌 这个是怎么来的 这句话呢 有一个成分叫做杂环胺 杂环胺它是肉类在高温烹饪下产生的 一定要记住 不是肉的问题 是高温情况之下产生的 我们为什么会反对 就是反对吃烧烤 烧烤不是那个碳的问题 是它在明火上烤这个肉 温度非常非常高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会产生了一个杂环胺 杂环胺有这样的几个事情 第一 诱发DNA突变 产生最原始的癌细胞 那么我们身上的癌细胞怎么来的 最早的几个癌细胞 就是DNA发生的突变和杂环胺密切相关 还有促进癌细胞的增生 那么抑制癌细胞的死亡 这是一个非常坏的东西 还有促使癌细胞里边的血管生成 让癌细胞长得更大 还有促进癌细胞的转移 这都是杂环胺的一个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自由基 自由基和抗氧化密切相关 那么自由基也能够促进我们的细胞突变 产生原始癌细胞的这种治癌因子等等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的话 是我们有一些人不太注意的 铁锅量 铁含铁量过高 其实也会不好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 去做生化检测的时候 要查一下你的炎症指标 就是看看你是不是已经出现了 慢性炎症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是以往大家不太注意的指标 建议大家去查一查 还有一个 查一查你们自己的当代人 最容易出现的几个问题 当代人最容易是什么 当代人不太容易缺钙 其实缺钙这个事情 不是我们所关注的 不太容易缺钙了 因为我们饮食很好 但是我们容易铁钞标 这也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 维生素第三 我们因为常年不见太阳 城市里的人 维生素第三会比较少 所以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些体检建议的话 大家可以去做一下 在这里边的话 也要告诉大家 就是铁在人体当中 以前我们总会说缺铁性皮血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 对吧 铁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东西 好像挺重视 就会饮食当中 因为我们肉里边 包括尤其在红肉当中 都会比较多一点 大家在吃肉量不缺的情况之下 出现缺铁性皮血的概率 就比较少了 铁锅量就会多 铁在身体当中 有几个好地方 支持有氧呼吸 支持细胞的内代谢 那么能够调动你的免疫功能 这是它的好处 但是任何不是铁 任何东西都是双人节 包括钙 都是双人节 包括钠 没有它不行 多了就会有问题 那么铁锅低肯定不行 那么铁锅量会导致 大量的自由基的产生 引发这样的一个疾病 所以我们每年一次 做一个体检 对自己的生活习惯 做一个基本的判断 这个是我们还是 建议大家去做的 但是做的话 一定要脑子当中清楚 有一些特别费钱的 但是没有用的指标 不用去查 什么呢 就是各种的基因筛查 这个很贵 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它这些 和你自身的疾病的对应性 是非常非常差的 就你基本上 查出来的一个基因 有问题 首先第一个 它不准 首先第二个 你没办法 就是我告诉你 你有这个基因 你问医生 我怎么办 医生说我也没办法 因为他也不知道 这个玩干嘛 他也不知道 这个准不准 还有是什么HPV 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影响不大 我们没有必要去关注它 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 你有能力干扰的 比如说你的生化指标 这是你有能力干扰 还有一个 你的体内会不会有炎症 这个基础 其实它是 你给它提供一个什么土壤 这个哪一个种子能发芽 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癌细胞就是一个小种子 但是你给它提供一个 非炎性的土壤 这里不适合它生长 我们说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我们要做的是 把我们身体当做这个土壤 让有益的细胞在这里繁殖 让有害的细胞在这里面遏制 这是我们能够去做到的 所以中医为什么说脾胃是后天之本 后天之本的什么叫调脾胃 调脾胃是两个方向 一个是什么呢 给你服用一些药物 让你的脾胃功能强大 那么更高级的理解是什么呢 我给你定向的吃一些食物 改变你肠道的菌群结构 改变了你肠道的菌群结构 你这个土壤能长什么 不能长什么 全在食物的控制之下 这才是脾胃的一个后天之本的一个价值 铁锅量会产生养殖油机 包括呢 诱导DNA 包括促进炎症 增加动脉硬化的等等等等的风险 所以这一切的指标都是取决于我们要看到大家的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生化 也说你们做的生化呢会缺胳膊短腿 因为是按照医院的常规标准 就是一个血糖啊 肝油酸脂啊 低密度 高密度啊 这些东西 当然这些东西需要 但是呢 我们需要几个中国人当下的定向指标 比如说中国人的灵桶普遍超标 因为包括铁钞标都是因为我们吃肉太多 这些并不在标准性的生化之内 需要大家特地去测一下 其实很便宜 两三百块钱就能够把这个东西呢搞定 对自己呢有一个基础的了解 今天因为这些事情的话题比较多 我们下午呢还是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包括我好几天拿着这行字 这个胰岛素养生长因子在癌细胞当中会产生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下午我们继续聊这些话题 好 我们今天上午的直播分享呢就到这里 半个小时虽然很快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拿出一点时间来慢慢慢慢的了解这样的一个知识 这才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获得健康的基础 好 我们下午再见